猪血也叫血豆腐 是再常见不过的东西了 小时候每到过年杀年猪都会留下的新鲜猪血 用来做成血豆腐血皮 猪血肠等等 真的是超级美味 不过那时候不知道它的营养丰富 只是单纯的觉得超级好吃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豆腐美食 韭菜炒豆腐 猪血的营养价值 1.排毒养盐 猪血又称液体肉血豆腐和血花等 胃肝苦 性温 有解毒清肠补血美容的功效 2.补血嫩肤 猪血富含维生素B2 维生素C 蛋白质 铁 磷 钙 尼克酸等营养成分 是最适合女性补血吃的食材 3.清肺去尘 猪血有很好的清肺尘的作用 对于长期在灰尘和烟尘大的环境下 工作的人们很有益处 另外猪血还对头痛眩晕 重腹胀满 肠胃草杂等有很不错的食疗效果 韭菜的营养价值 韭菜具健胃 皮神 止汗固色 补肾助阳 固精等功效 被誉为喜肠草呢 韭菜加上猪血一起炒营养极其丰富 菜谱 韭菜炒猪血 食材 韭菜 猪血旺 食用油 食盐 葱 姜 蒜 干辣椒 鸡精 白糖 胡椒粉 料酒益 韭菜洗净切断 猪血洗净切大块 葱姜蒜洗净切好备用 2 锅中倒入食用油 下葱 姜 蒜 干辣椒爆香 3 将猪血倒入锅中 加少量清水 料酒 胡椒粉翻炒均匀 4 将韭菜倒入锅中 加食盐 白糖调味 5 加鸡精 翻炒均匀即可 小贴式 炒猪血的时候炒一定要用大火 炒出来的猪血外井里嫩 滑嫩可口 按一大个 小贴 闭 高 黄